看来毛笔的使用 并没有是刻刀 推出文具的行列 只不过它的功能 不是为了刻字 而是为了改错 这一点 在同时出土的竹简上 也能看到一些端倪 事实上 蒙田可能只是改进了 制笔方法 但这个美丽的传说 依然会支撑制笔叶的繁荣 经历了岁月浸泡的传说 已经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真相永远隐藏在厚厚的目睹里 需要漫长的时间 和偶然的机会 才能破解 但即便历史给出了 另一个答案 这些理想化的故事 像皇帝造车 炎帝思农 苍结造字 和大雨治水一样 也将永远是中国文化的 重要构成部分 伴随着秦军征讨的步伐 竹简和目睹上 六国的文字被一点点刮去 在中华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只有秦国的小转行使着统治天下的职能 幽幽南山 如竹褒蚁 如松茂 史基和考古都证明 在先秦时期 中国北方气候温和 竹子和木头随处可得 而用毛笔在上面写字 似乎也得心应手 但随着秦朝疆域的一天天扩大 用汉字统治这个国家 又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 到秦朝最强盛的时候 它的北界是从辽河下游 包括今天朝鲜半岛的西北 然后呢 基本上沿着燕山山脉 然后到阴山山脉 到今天的河套 那么西面呢 就到了秦长城终点 林涛 也就今天刚说的闽县 然后呢 包括四川的西部 和云贵的大部分 一直到广东广西 包括越南的一小部分 那么整个就是中国的 东南的这个大陆 都已经包裹在里面了 秦朝是如何管理 这个庞大的国家的呢 公元1975年12月 湖北云梦睡虎地 一座震惊世界的秦代古墓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下 被缓缓打开 啊 果然不错塑料 除了人骨架的头部 侧面 然后腹部脚部 对半的竹简 简直是非常惊人 在湖北从来没有发现 这么多的竹简 坟墓的主人 是一位名叫喜的 秦国县纪官员 出生在公元前262年 比秦始皇大两岁 曾经参加过三次 秦国讨伐六国的战争 秦朝以法治国 和千千万万 忠于职守的同僚一样 喜毕生都在围绕着 繁琐的条条框框劳作 那是一些书写成文的 令今人都感叹不已的 法律定则 他就管理手工业的 管理农业的 管理包括粮食的收藏 粮食的加工 各个方面 包括你怎么管牛马 戏木业都有 非常多 这个很有意思的 你讲 有一条法律还规定 就是你当官的 你不能经商 这次就是你 不能利用你手中的权力 来进行经商 磨起暴力 这也是在秦力里面 非常明确的规定 从这些用兔毛笔 站着松油墨撰写的文字中 我们得知 秦朝的律法 详尽规定了士兵 农民 官吏的职责 甚至连每个士兵的伙食标准 也被仔细量化 这个叫喜的牧主人 仅仅是庞大的秦帝国官僚机器上的 一个零部件 而这一千多片秦简 也仅仅是喜必须熟记的 它所在部门日常使用的律法 我们无法想象 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秦始皇 每天又要处理多少 像这样的剑毒 秦始皇给自己做了规定 每天要看120斤重的这个奏章 不完成这个任务呢 他不下潮 120斤也相当于现在重量的60斤左右的 这些钱都是要人抬的到朝廷上 然后皇帝才能够批业的 台的人辛苦 皇帝自己也辛苦 秦始皇 累死了 不可一世的秦帝国 也由于秦二世的残暴而土崩瓦解 取而代之的 是比秦帝国疆域更加广大的 汉王朝 汉习秦律 像习一样的政府官员们 依然要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 用毛笔在竹简和木图上 书写公文 如果写错了 大不了用小刀刮去 再重写 但皇帝 作为世界上最大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他既是脑力劳动者 也是体力劳动者 谁能帮他分担繁重的体力付出 在纸没有被发明之前 中国人曾经把汉字 书写在丝箔上 丝枝叶在中国 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 黄河流域就是桑残的主要产区 精细柔软的丝绸 便于携带 于是一些贵族的家里 白色的丝绸 不仅用于制作服装 也用于文字书写 叫做薄书 然而在汉代 一匹宽半米 长进一米的尖薄 就价值三百多斤大米 古时以玉薄并称 正是在形容它的珍贵 欧洲在纸出现以前 它写字主要是利用 纸草和羊皮来写字 纸草虽然是便宜 但是它不耐折 一折叠 这个纸马上就破了 表面也不是太光滑 羊皮是很好的一个书写材料 但是羊皮非常贵啊 这个如果是在圣经上 用羊皮来写的话 就只有三百多张羊皮 一般人是用不起的 那么为什么是中国人 最终解决了这个世界难题呢 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还得从纸字的偏旁 撕入手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养残骚丝是中国人的专利 直到今天 江苏浙江等地出产的丝绸 依然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在古代做丝棉的过程当中 它首先有一个竹茧的过程 就是把丝竹软的过程 然后就是要在水中 把它慢慢扯开来 扯开来的时候 就要瓢洗 瓢洗把一些杂质就去掉 那么在这个瓢洗过程当中 它很可能就会有一些 丝蟹脱落下来 这些丝蟹 如果你在下面用一张网 或者用一个扁 把它接住的话 往往当时确实是存在 这样的作扁 接住的话 那么你捞起来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 在桌面上面会有一层 饱饱的一层东西 这层在当中